大家好,我是徐德志 在过去一段时间,我被一个问题问得不胜其烦 就是,你在联合国问这个问题,问那个问题 你怎么不关心一下中国在加沙被扣押的人质呢? 然后我就愣了一下 中国在加沙有被扣押人质吗? 结果,这个问题今天被一个人给解答了 这个人就是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 再次,我必须要记住你们的认识 是你们的国家,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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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俄罗,每一位都会被扣押人质 我们正在战斗押人质 大家听到了吗? 当中有提中国人质的问题吗? 根本没有中国人在加沙被扣押成人质呀 那所以说呢,我再进一步做了一些调查 然后你看这是法新社在今年2月份的一个报告 他说,在加沙当时扣押了101名人质 其中91人是以色列或双重国籍 中国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 所以这91人不可能有中国人 然后有8名是泰国人 一名是尼泊尔人 还有一名是法国墨西哥人 所以你凑数加起来,101人 各位,中国人质 你们到底是在问什么呀? 哪有中国人质啊? 好吗?以后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了 OK? 大家好 关于哈马斯到底有没有绑架中国人质 这两天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官方的说法 那就是央视记者徐德志 他不是经常在联合国大会上面采访这个采访那个吗? 显得自己好像很牛逼一样 昨天他回应了这个问题 他说他用了多种方法证明哈马斯没有绑中国人质 比如他举例说 那个以色列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 当中提到了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 这就是媒体的中国 这是他的一个论据 还有一个他就是说 现在还扣留在于哈马斯手中的101个人质当中 有91个是以色列或双重国籍 八名泰国人 一名泥巴尔人 一名法国和墨西哥的双国籍人士 他还强调 他说中国不承认多国籍的 那么这91个以色列或者双重国籍当中 就肯定没有中国人 这就是他的态度 这就是他的态度 他依此推论 依此两个论点推论 哈马斯没有绑中国人 很无辜的样子 说很莫名其妙的样子 就是别人一直追问他 有没有那个 哈马斯有没有绑中国人 绑中国人者 他很无辜的样子 他没有扣押 他甚至不愿意用绑架这两个字 他就说没有扣押 明明是哈马斯冲到以色列境内 把人绑架绑回加沙境内 他还说他都不愿意用绑架这两个字 他说没有扣押 然后他只说这101个人 他为什么不说200多个人的时候 你是哈马斯最初绑走的是240多个人 还有140多个人当中 有没有中国人者呢 是不是打死了就不算了 最初绑走的是240多个人 不是101个 你看他就开始 这个徐记者 他就开始装疯卖傻 就是演示 就是为哈马斯做演示 他这个装疯卖傻 就是这种 把他的无耻 发挥到了零零尽致 我就觉得这样的人真的是 很适合做记者 这个比跟胡锡进相比 我觉得这个叫清出于难 清出于难 就是无耻的程度 我真的是就在上个月 以色列在洛杉矶理事馆 比弗利山庄找了一个地方 插了1400面国旗 就是为了纪念被哈马斯屠杀的 1400多个人 就是一面国旗代表一个人 其中有12面是中国国旗 这个国内没有媒体报道 都是自媒体报道的 12面中国国旗 就是每一面国旗代表着一个人 12面中国国旗代表着 就是12个中国人 有多少人是当天被 10月7号当天被打死的 有多少人是被绑到 加沙地带被折磨死的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反正有几个打伤的是在 挨了枪打伤的是 在以色列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 那个还有过一段采访视频 那个人说的是 然后我们表明的是中国人的身份 他们还开枪 我就记得这一句话 这就是真实的情况 然后回过头你再看 这个徐德志 这个徐记者 就真的是 比胡锡进还胡锡进 比胡锡进还要胡锡进 这个东西真的是 什么盘都叼得住 反正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没有中国人质 就是那个91个双重国籍的 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双重国籍你就不是中国人了 这就是他的逻辑 同胞的性命就觉得无所屌位了 就像一片树叶一样落地 不值得他一提 他就是央视记者 就这么个东西 总之他就是叫那个什么 偷换概念 把以色列没有提及中国 变成没有提及 就等于没有的意思 你看这多无耻 这个记者 还有一个人质问他 徐记者 你不要胡锡进 你都不敢正面回答问题 东拉西扯 第一 是不是死了 加失踪的12名中国人 如果不是 为什么 以色列列出 被韩人名单造谣 中国官方不出面反驳 第二 如果12名中国人是死的 死在加杀 到底是谁杀的 以色列杀的 或者是 哈马斯杀的 为什么不像以色列索赔 是不是你们也知道 是哈马斯干的 第三 被杀的人质 是不是就不算人质了 你自己 这个字眼抠得不恶心吗 你有把被害的中国人当人吗 还是你吸皮笑脸的 一个数字 你只要敢回答这三个问题就行 别扣字眼 活须尼 最恶心的是你们这一群二代 根本不把中国老百姓当人 你对于你们来说就是个数字 对这12个人 活成生的人嘻嘻哈 就说不存在 没有人质 中国记者 中国记者 中国记者以后要成为一个独有的代名词 然后11月27号 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 标题为 报复社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会遗臭万年 他说 开头写的是 中国近期接年发生极起危害 公共安全的极端案件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 以极端的行为 报复伤害他人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会遗臭万年 还人民日报 署名为中英的文章 权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人家 我就觉得你们这个东西 报道就很可笑 人家都都开始报复社会了 他还会在乎遗臭万年的问题吗 谁遗臭万年 谁造成的这种报复社会的人 组织才会遗臭万年 你要搞清楚 就是人民日报这个东西 官媒 我以前一直觉得是只有中国的官媒才这么无始 但是 就是看过两次 关注过两次美国大选 我就觉得太娘的 美国的媒体也这个屌样 就是无端的攻击特朗普 就是无中生有 断章取义的攻击特朗普 就是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干这种事情 都一个调 还搞那个假民调 最后的最后那个假民调都被 都被最后的事实给打脸成什么样了 然后 然后昨天特朗普 发标说要制裁加拿大和墨西哥 对于那个关税 就是说 墨西哥和加拿大放任毒品和非法移民 从边境侵害美国 然后 特朗普说 等我一上任就要把关税加到百分 加百分之五 直到这个边境移民问题和 和那个毒品问题被解决之后 我们才会取消这个关税 然后 墨西哥 墨西哥的女总统就说 我们保证 那个移民不会 保证那个正在赶往美墨边境的大烹车 不会进入美国 这个墨西哥率先表态 然后加拿大小土豆同志说 我跟特朗普通过电话了 强调我们合作 我们要合作解决问题 然后 然后 然后那个 反对党领袖就说 你就是问题 加拿大4.7万人死于芬太尼 年增百分之两百 我觉得 小土豆就是蛮丢人的 真的蛮丢人的 支持他的支持率才百分之几 二十几 但是根据什么狗屁鬼议会制度 什么反正把他给弄 弄上去当了两任总统 两任总理 关键是加拿大总理还没有任期制 我觉得是太恶心了 也不像美国干得好就不好 都弄着 两年就在滚犊子 两件就要滚犊子 但是加拿大总理还没有任期制 我觉得这个太恶心了 不过下一次大选 我估计这个小土豆 要遭别人嫌弃死 然后还有一个 比较热度比较高的 就是中国第三位国防部长 据说 据传 又又又又被抓了 然后 然后中国外交部回应 他说 英国美国防部长董军被调查 是捕风捉引 他说是捕风捉引 意思就是 捕风捉引 那总得有点风 这个风是怎么来的 他不解释 他没有说他造谣 他说的是捕风捉引 这个词就有点意思 捕风捉引 那肯定有风 透出来 那他就不是无中生有 他没有说无中生有 也没有说到造谣 说的是捕风捉引 那就是这个人 真的真的进去了 就是还是我之前论断的 中国军队高层 凡是不赞成 或者说反对攻台的 通通都要拿下 这个毫无疑问 你位敌不进 你位居台湾 畏惧向台湾开火 你早晚你要滚犊子 就至于是什么 李向福最搞笑 说还是说 李向福除了贪腐之外 还有一个叫向他人行贿 当国防部长 还有向他人行贿 我就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 是吧 反正以贪腐拿下的官员 真正拿下他的原因 肯定不是贪腐 是吧 贪腐 你要说以这个标准 去把中国官员给刷一遍 那一千个能存下五个吧 存不下 我估计都存不下 大概是那么个意思 反正据说是 新任国防部长董军又说 涉嫌贪腐被调查 这已经拿下三个了 美国官员也在说 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官员也在说 中国国防部长在 中国正在对国防部长董军进行调查 官方还没有证实 但是外交部回应他们说是捕风捉影 不是造谣 不是吴中生有 是捕风捉影 反正风是透出来了 感谢大家 因为胡扯这么久 说电视辄论 我没有证实 我没有证实 我还没有证实 因为我还没有证实 我还没有证实